提主既然已经定性美国侵略别国了 就不用再讨论了 说美国是侵略就行了 但美国侵略别国的行为 不能让俄罗斯的侵略行为合法化 就好比别人偷东西 不能成为我偷东西的理由 这里单说为什么俄罗斯叫做侵略 首先用一个北约东扩 战略纵深等理由来入侵别国 这里理由太low 还不如一个士兵丢失了的理由好呢 北约东扩是北约的问题 和一个有主权的乌克兰有关系吗 有本事你可以向西扩呀 战略纵深更可笑了 你如果害怕北约 需要战略纵深 你可以迁都到远东地区 那里闲着那么多的地方 你不用 你占领别人的地方做战略纵深 这也太搞笑了 我觉得我家里的院子小 我就把我和邻居的隔墙推翻 把邻居的院子扩展成我家的院子 这合适吗 其次 如果是教训乌克兰 为什么要跑马圈地 如果我对我旁边的店铺老板不满 我上门打了他一顿 我这算是打架斗殴 如果我打怕他后 拿了他的东西 那我应该算是什么行为 还能算是打架斗殴吗 其三 俄罗斯认为乌克兰 俄罗斯认为乌克兰不应该投靠西方 这和你俄罗斯有什么关系 因为曾经是你的小弟 但你想了没有 他为什么要远离你 他无非是想过上更好的生活 如果你不愿意他走 你可以补贴他 让他过上西方人给不了的富裕生活 如果你给不了 为什么不能放手 人往高处走 是人的天性 用强力手段留住乌克兰 先不说能不能成功 首先就是不道德的行为 我有一个店员 那天他想辞职 说邻居店铺给他的工资更高 我应该怎么做 两种选择 用更高的工资把他留下 或者放他走 难道我要把他绑到我的店铺中囚禁起来 其次 国内还有一个论调 更有意思 说俄罗斯和乌克兰是亲兄弟 乌克兰就得听俄罗斯的 这些人都是被天朝的 君君臣臣富富子子的糟粕 坏了脑子 就算是亲兄弟 大哥也不能够强制兄弟 跟着他过穷日子 再说 乌克兰这几年过的那个糟心的日子 俄罗斯这个当大哥的 也帮了一把 不仅没有帮 前几年还抢了兄弟的一栋房子 你不帮 也不让兄弟选择更好的生活 这个大哥够分吗 这样的大哥 有人喜欢吗 就因为有着血缘关系 就成了被绑架的 被压迫的理由 再说 所谓的亲兄弟 乌克兰认吗 就算是乌克兰认 前苏联时期 饿死的那三百万的冤魂 也不会认 国内很多人 都被封建糟粕 教坏了脑子 乌克兰不投降俄罗斯 就是大逆不道 这个理由从哪里来的 不就是儒家 兄友弟公吗 但这些人只知道 弟弟要听哥哥的 不听哥哥的 就是大逆不道 不知道 兄友弟公 是并列关系 是相互的责任 哥哥要有爱弟弟 弟弟要恭敬哥哥 不是哥哥可以为所欲为 弟弟要为命是从 再说了 从历史的角度说 俄罗斯和乌克兰是一个民族 是不错的 但俄罗斯是从基辅分裂出去的 当时在基辅 一部分人选择向东发展 跑到了莫斯科 经过几百年的发展 才成了俄罗斯 这么算起来 乌克兰才是大哥 俄罗斯非要当大哥 难道不是因为他更加的强大吗 但如果排名是按武力值 这其中就有着压迫的关系存在 也就没有尊敬不尊敬的道理了 不管俄罗斯用什么样的理由 都难以掩盖他掀起的侵略战争 造成的巨大后果 让无数士兵马格果失 让无数家庭失去亲人 让无数的人流离失所 这是二十一世界最悲惨的灾难 所以俄罗斯如果想要洗白侵略的行为 是不可能的 更可恨的是他破坏了二战以来 国际社会形成的默契 国与国之间可以争吵 可以打架 但不能够侵占对方国土 如果俄罗斯达到目的 很多的国家就会跟着学 世界将更加的混乱 假如普大帝真的是为了俄罗斯 那他一定是明天史书上的暴君 侵略者 假如他是为了转移国内矛盾 想要继续执掌政权的私人目的 那就更加的无耻 那他一定是超越纳粹的刽子手 並不肯将盯Med очку 帝 总 继续执